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請問 會否有關訪的問題 請問各位觀眾 請在一起 請在一起抱歉 因為我可能以前說的 我都在鄉民 有一些就是臺灣學 不是我臺灣是老公 但是要叫我讀書 我可能看不到臺灣學 所以要邀請大家抱歉 我今天要講的是政治 聊的是政治 事實上 我沒有政治經驗 沒有政治方面的知識 是因為你替大哥很貼心 因為我在那裡我訪班來 你還替大哥說 不然你上來在鄉親聊一聊 我說我不要說 他說你做老師不然就不要教育 我說不要教育也不要聊 因為我以前講話 我從臺灣開始去大學 那一大就是在關度 關高 他也不管最佳 因為他在這幫我工廠 我讓他鄉親比較聽過 後來他改作為技術學院 後來又改為大學部 事實上他現在就是有武裝部 有大學部也有演用手 我通常都是在武裝部的部分來中教 就是來教授課程 所以我說 因為我不是公立學校老師 所以私立學校 因為他早始化的關係 國務就是 你要有學生好好代替給你 那好好代替給你 很容易到頭 所以在做劇情以來 很忙的都是在忙招生 大姐之後都在忙招生 所以我告訴大家 他就說 我也會告訴你 我就是在你講 我就是在你進場講話 他就很難 我說 大家都很關心政治 臺灣人都非常的關心政治 臺灣的相信 跟關心臺灣的未來 所以我就想不然我來講政治 在臺灣在早期八連黨 我說八連黨 可能是在黃金時段 電視的黃金時段都是在看連續出去 不知道 那鄉親的 老公人都知道 以前是在看連續出去 但是今年才會贏的都是真正的節目 你如果在臺灣越來越看 四十四十九台 臺灣的四十九台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六 其他網友 幾乎都是從八點到十點 都是正正的節目 都會用臺灣的建議 這就是大家建議的中資率非常好 然後從十點到十二點 都會給你的八十八台 這是知道的 還會給你 你知道新聞 你知道 周日報的節目就是 一百五十二台的台式的 那當然還有鄭金看民視 或者是現在是鄭金關不了 就這麼多 這麼多的都是正確性的節目 但是中資率都很好 你如果是在那裡 我也是在那裡 沒有在那裡 十二點以後要轉播 十二點以後 晚上十二點 從頭到三點還是四點 你都可以看正正的節目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家往回家 看我畫正面 我會在商店 我會來看 我大家會看 幾乎百分之九十 我會畫正正的節目 幾乎改完的商店 幾乎每一家都看正正的節目 那你看到正正正的節目 你沒畫 你如果看了一畫 我的未來 你到哪裡 也會這樣 藍色 我的未來中間 因為那是藍色 藍色的畫 你如果看了一畫 我才剛才我的信賴 我才剛才有名字 我的信賴是甚麼 三億新聞 那大概就在那裡 所以看起來 幾乎每一個人都在看正正正的節目 所以台灣的 就是 就是全裏都是心熱感正的字 所以我都被理解 為什麼韓國語 因為我都比白了 你跟著還練習一下 你每天幾乎在拜 二十四小時裡面 我覺得在80%吧 都在幫韓國語 造神 然後幫他包裝 所以大部分的藍色的選民 大部分都是在五十 就是五十二台中間 當然還有看照照片的節目 所以 事上已經都被洗腦了 你洗腦了之後 你會完全 這種韓國語都講的話 都是對的 所以 因為造作 他有很多的 這些寒凝 這是非常堅定的寒凝 就是他的粉絲 非常不少美濟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種電視上的食材 這樣子 所以 我講的是說 我講到這東西建立 會有改成建立到建築 這會有改成建築 我17號來 LA 我想到家 現在是 建築 我會寫什麼 我會繼續 所以我會說 大家要不要緊 我只是 大概就是 大家要搖一碗 這樣 另外一個原因 我要搖的證詞 是因為 就是在年初的時候 我跟童韓媽媽 我決定到LA來 水嫁的時候 上LA來 那時候 剛好是 大家心血都很沈重 因為 執政版就是民居蘭哈 一二次大範 你這個很好想像 從 尼古正是哪裡 宜蘭 剛剛介紹過 在南亞的技術學院 我以前曾經在南亞的技術學院 不是在宜蘭 宜蘭在南亞技術學院 說 宜蘭是尼古正 他一路輸 而且上次 因為台中輸到20幾萬 然後到了高雄 進來也輸了10幾萬 陳其邁會輸給韓國瑜 大家就覺得非常有可思議 如果說人才來講 應該就是說 民進黨所追出來的人才 都不會比國民黨的還差 但是為什麼輸了這麼多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怎麼輸了這麼多 所以呢 有人講就是 因為韓國瑜講的就是 過出去的人進來 高雄化大展 因為韓國瑜覺得說發大財 有些人太大錢 還是有一個賠儀 那會不會再賠第二次 跟台灣抓大財 那你不知道 會不會再賠第二次 有些人不會連賠第二次 為什麼 納納在那個 他在頒獎的時候 一些國務公司就向他 說 你要選中 這是怎麼樣 我跟他被納納逛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又舉在這裡 但是呢 近視的關係 腦化的關係 看不清楚 然後那也拿著標準說 要做好做買 要做好做好 那希望我給我便宜 但是我經常會被騙 我舉一個例子 為什麼會再重入被騙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有一位朋友 他在因為以前 台灣的這個電話財片 非常的猖獗 他大概十年前 七八年前 他也有一次 跟我講說他被騙了 他匯還費了台幣 兩萬塊 他就很傷心 他說我問你這麼笨呢 會把費兩萬塊給個大便停產呢 我說沒關係啊 所以我就會了 那就不要再傷心了 他說過去就過去 以後不要再被騙 然後我就提醒他說 大便停產呢 他不會用同樣的方式騙 他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騙 但是還是大便 現在就不要再被騙 結果 不要再大概騙了 之後我就說我去找他 那我一找他 我說他進去了 我跟他聊一下 他有電話來 我就說沒關係 你接電話 他就接電話了 他接電話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 當然不好意思出 可是後來我就說聊太簡了 後來我來聽一下 欸 我覺得很怪怪的 因為後來又再聊 他說什麼 什麼 什麼 費用哪裡 就很奇怪 那我就小聲的跟他講說 大便停產 就說就是這樣在講 是大便停產 結果他很生氣的 把那個電話的樣子 可是他拿著電話 把電話說 我在電話說 我在電話上報告的 你知道嗎 他說他在檢查 他講話 我說大便停產 因為那時候大便停產 都是 如果台湯不然有人接過 你接一看 就是很多的大便停產 他就說他是檢查官 他後來改變一個方式 大家聽到檢查官都跟他聊 他不要繼續在那裡打電話 所以呢 他就是他又第二 還好是否在場 不然他可能就有自詐騙 因為這次是檢查官來騙 這次是假的檢查官來騙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也有可能會騙 因為韓國瑜就是可能 就是台灣國瑜是結局 但是呢 自詐也還拿會 也就是說 可能有些人被刑狼了 那有些人是說可能 我的生活就是希望清晰更好 那你講說台灣很誇張 台灣人都看短期 那我記得有一個 好像民主人吧 他講過 他說投票的那一刻 有設置一個感情的投票 或者許多都是採訪 超多的開放的 就沒有記憶 所以你這個證件 根本沒有 沒有具體的一個內容 也沒有一個具體的期望 但是你是說我都是採訪 但是這人想要看短期的改革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我就說 就是 就是民進黨 因為都本土的證件 還是要很小心 那麼 那麼後來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應該要談政治的原因 那後來呢 第一大約會問我講說 那你要不要政治 那你要多一點題目啊 好 我就想一想 我就想說 我是庶民啊 我就想說 庶民聊政治 那沒有想到呢 三個月後呢 6月1號 韓國瑜在 他第一次的造勢 他第一次的造勢在凱臺德蘭 他就用這個很大的標題 他覺得是庶民總統 我就很真巧 但我為什麼要寫庶民呢 要講庶民 這兩個字 因為就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啊 然後後來我想講說 我是真正的一般庶民 那我也是那個什麼 政治庶民 因為韓國瑜他不是政治庶民 韓國瑜他當過先爺 他還當過了三屆的一堂民 然後他太太也當過先爺 然後家裡也實質 所以整個家裡是從政的 所以他們不是政治庶民 雖然韓國瑜的 在政治上的表現是不怎麼樣 但家裡比較經歷的 就是他改變這個總統 然後打到負面三天 這是他的表現 後來呢 我就查一下他的資料 那我就有寫到 就是說 一個林唐佐 就是在林唐佐 這個委員呢 他有去查一下韓國瑜的資料 那說韓國瑜呢 就是 在那個立委三屆 就是九月的時間呢 有四個會期呢 他的質詢力只有十八個正 如果一百分來算 他就是八分才不到二十分 那有四個會期呢 完全沒有質詢 就是質詢力是零 那其中有一年呢 他的質詢力是多少呢 也完全沒有質詢 所以呢 他說他就是能混就混 所以他抽體前 他就是能混就混 到現在也是一樣 當總市場 當哥哥多久 他混一混 然後就想要 就是 就是他的特性是這個樣子 那後來我也想說 他說他是樹林 那我想說 他根本不是一張樹林 我才是一張樹林 因為你看 我沒有三十幾張的這個 就像他的寶箱 他有三十幾張 他還有那個什麼 就是紅色 紅色的藍染 然後呢 他還有什麼樣子 他還有好幾次畫的圖館 他常常在講說 經濟一百分 政治零分 但是像他是怎樣 政治一百分 經濟零分 那我後來一直想說 他說經濟一百分啊 他怎麼可能 可是我就不感覺 他在看經濟 後來我想一想 我也查了他的資料 他以前當地有的時候 曾經在經濟委員會 可是他只是原理這一次 他根本不關心所謂的 一個真正的樹林天氣 所以我左思右小文長 原來他的經濟百分 是在拼他自己家裡的天氣 因為他不到一人 他負責有1億多 他不到一人負責有1億多 就是說他嘴巴盧市長 他嘴巴盧市長 正正經濟標不散 就是 under the way 正正經濟標不散 就是說因為他拿了89萬多票 他拿了89萬票 假設他就可以拿到兩千七百萬 這是他的補助款 那這兩千七百萬 七百多萬呢 是他自己可以通過他的口袋 就是台灣有提出 就是選票 就是一張票30塊補助 所以他可以拿大兩千七百 基本他12月25日當選總統 不到一兩天 因為他會當選總統 那現在他是出現 他可以來選總統 好 那我們就給他一個 聽說他的計程盤是賺兩百萬 我們就賺兩百萬 那假設他選總統 像紅秀樹一樣 可以拿到三百多萬票 就賺三百萬票好了 那事實上 三百萬票的下次他知道 多少錢 有千萬 所以他到1月11號選總統 這個不到地點 他認的就被 實際目標就被 賺到多少 一一兩千多萬 是不是很好賺 所以我都拼見 他是在拼自己的經濟 所以一般的人是跟他騙的 因為其實我會有時候 就是跟他騙的 那就是說我會主要談宿民政治的 就是宿民聊政治 那後來呢 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 我當然就是 政治怎麼天天外話 當然 因為我沒有專業的部分 所以我沒有辦法 跟各位報告一些比較 就是比較專業的部分 那所以我就也很疼勞 我到底要來講什麼比較好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又回頭來想說 當時呢 我想要來 就是 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綠色的選民 事實上 大家都心情中的沮喪 然後就覺得說 為什麼出那麼多 15個縣市 說 對白女拿的15個縣市 然後 到底是為什麼 到底執政哪裡 住的操作 民怨到底是在哪裡 那所以 很多人都來談這些問題 事實上 我的朋友 大部分綠色的比較多 當然也有藍色的 那綠色就是在討論這一塊 那代表你說 討論的不能代表全部 但是就是說 就是 自己下來就是 只有太多 那大家就提出一些看法 就是說 可能哪裡出了差錯 那當然就 就是 異性不一樣 每個異性不一樣 那我想說 那我就用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 就是因為 我也有政治專業 就來回顧一下 從3月份到7月15號 就是我是7月14號 就是來美國 那我想說 就回顧這一陣子的一些 在台灣發生的一些事情 他所講的就是個人的觀點 他事實上相信 都比我還辛苦 他也就是說 我提出一些個人的觀點 那我剛剛講過 就是在那時候 朋友之間就要聊 那當然為大家 有很多 就是說 明月產生的 為什麼產生明月 大家的意見不一樣 但是我大概會那五個點 五個點 那可能那一段 有些也都一樣 那事實上 既然大家這樣在講 那就是說 很擔心 可是呢 大家也是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對於自己的錯誤 一定要檢討 就是希望 就是本土證據 一定要跟自己 錄影院的地方 一定要做檢討 然後呢 必須去改進 然後趕快 再努力 然後對上恩 然後能夠再去提升 這樣 那大致上對那 大概就是英文一定醫修 大家都知道 那我所到 兩秒之外 一定醫修到現在 他基本上就是 一定醫修我不知道 沒有 沒有 不是很清楚 離立修的時候 可能不是 因為可能就是 勞工朋友 會比較進去 但是我又有兩個意 就可以知道 可能他離立修 可能真的造成 很大的反彈 第一個 離立修 被弄之後呢 我回到 欸 我是三大縣 惡靈的 那就是 大嶺豬肉 我就回惡靈去 然後大嶺豬肉 的時候 我想說 因為我們惡靈的肉圓很好吃 小時候喜歡吃肉圓 還有炒麵也很好吃 那就想說 就跟家裡的 就到 菜市場去 因為菜市場去味 就很熱鬧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們選一片的 一片就是 都很輕的 然後不太熱 然後一些麵粒 開門幾家 那我就去一家吃麵 我說奇怪 我就問我這個麵粒 你奇怪 為什麼 你怎麼 我們都要開錢 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沒有什麼 這個麵粒老闆就跟我講說 我也要他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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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說為什麼要他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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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大家也要去 跟這麵粒老闆說 他說 因為我現在開的時候 你請來員工 就是因為可能加費直接 你的薪水要加費 我賺錢給他就好了 我那就是嚇了一跳 而且聽到的就是說 反彈很大 那我想說 事實上這些都是 你可以說是庶民 就是一般的小商店 那就是所謂的庶民商店 那事實上這些以前都是民進黨的根 可是他們進來就這樣講 那你小商店不開店 那個時候是還家的期間 那有些學生要打貨 他想要多賺一點錢 那叫全費 或者有些家裡拿來貼股家用 那就 就說沒辦法 那當然會你請民怨 那我就想說 這個是只有惡靈的現象 還是全台灣的現象 那如果全台灣的現象 那就不得了 那聽起來 後來好像幾乎很難度的現象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惡靈 然後他的電話 有一個就是說 你 就是一一糟糟糕 這動作 你說有 我有學生吃飯 也就是跟到學生 跟我直接跟他一起吃飯 那吃飯的時間呢 因為一點就要上課 那二點就問到他們 就聊一下說 他這瓶有沒有打工帳 他說有啊 但是現在學生別找 就沒辦法賺錢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幹嘛這個蔡政府 以後不要投給蔡英文 這是真的 這是學生大學 我要講的三個 那我就想覺得 我後來想 我跟三天講說 我對於立地說 我真的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而且我也不想去了解 因為我覺得政府就是有 有這個整個看我們真的很清楚 因為 所以我就覺得說 也許政府他的改革 他是他的改革的第一槍 他的改革應該就是利益良好 我覺得一定是利益良好 他希望改善這個勞工 可是呢 你竟然讓一些小商店 一些方向企業 反彈 學生反彈 法公主的學生反彈 那我是不是覺得你這個 改革的推動是不是整個不夠周延 或者是說你的論述方面不夠清楚 沒有說服力 那這個都是 就是政黨必須要去做檢討呢 當然就是說 我們希望他檢討改革 然後再繼續主任 這是我們的希望 那這是益利益修的部分 那第二個 大分彈的都是那個 看一下 第二個應該就是同溫的議題 那同溫的議題呢 是世代的意見不一樣 世代的意見不一樣 我四十歲以下的 那跟中長年來的意見不一樣 那我有聽到 那四十歲以下都是在展 那比較民意招展的 就比較有疑慮 那開始這一方面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說 嗯 後來我就要報紙的報紙 那他就說 不管你挺同 你挺同婚還是你反對 對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部分是大家沒有 沒有爭論 就是說 同性面的權利 要獲得保障 這個部分是雙方都沒有意見的 所以後來呢 大家爭討的是什麼 爭討就是要民法呢 還是專法 然後挺同 我就說專法是一個歧視法 那因為我法律不懂 我就請問了洪法官 我說什麼叫專法 然後他跟我解釋 我說我聽不懂 可不可以再簡單一點 然後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專法是什麼 原來法律上所沒有的 那我們再設一個專法 來保障原來法律所沒有人的權益 那我就舉例說明一下 他就比如說老人福利法 或者兒童上民法 那早期是沒有老人福利法 所以我們就說 因為老人福利 我們要設一個 就是要有法律來保障導人的福利 兒童的福利 所以就設個專法 那我一定就找到 這個不是歧視法 那我就問他是民法人 他有個問題 他說民法人啊 貼身號比較廣 然後呢 民法條文很多 那如果要修法的時間 可能會討論時間比較絕 那況是配持 那如果是專法 那可能就是你 第一個專法馬上可以落實 那以後再有什麼真修條 我再增加上就可以了 所以我認為 我的感覺是 我後來就是 我看到一個年輕人 然後年輕人就在討論說 你們這些人真的很糟糕啊 為什麼要用專家 要用專家 要講專法就是歧視法 那我把這個 好老爸跟我講這個 告訴他 他是聽懂的 然後他聽懂 他就不會再跟我討論 他就說 趕快專法 他就馬上可以 可以受到保障 所以呢 我認為就是說 跟政府呢 譬如說 你這樣子在增入這麼久 那像我的話 我就覺得說 到底專法是什麼 民法是什麼 那如果你真的要搞到同性面的話 那你就是專法 而且 政府也有義務來示 所有的人 就是說專法不是歧視法 因為呢 民心不阿 社會就動盪 社會動盪 我覺得對此上講 是不利的 所以呢 但是呢 好像今年五月 那個 優租院長 他已經通過了 通過 那雖然就是說 專法都不是很 很滿意 但是是把 這一個 政論的議題通止結束 現在也有在討論 這次就是這樣 過了就過了嘛 所以你不要讓那個 政論太久 那整個 民心好像就覺得 有點改正 那第三個就是年改 那年改的話 就是說 像 有很多人 都是公務人員 然後他們當然知道說 他退休 跟不退休 你的錢都差不多 那事實上 不太公平 他們也知道要改 但是呢 當政政改的時候 我假設 我一個月零七萬 現在是變成 一個月零六萬 一年就長了十二萬 心裡當然是不高興 然後呢 本來我們的 這個議題是七月一號 譬如說你七月份的話 他們這七月一號 七月一號就麻 不應該的 可是過去都七月一號嘛 那現在就把他改了 因為政府要浪費利息錢 就改到七月底來的 那這也是應當的 可是呢 他們就覺得不舒服 那這是人性的部分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說 一二次會出那麼多 也有些人說 可能是綠色的 他也是要改是對的 可是 你拿我的錢 拿那些錢 我會覺得很難 我就幫你改 也有可能這個 但是我這個 我是不談啊 我是談就是說 他這個年金改革的時候 他有做一些座談會 那座談會的時候 他是實況轉播 那我覺得實況轉播的話 就剛好給那個 打年改的人一個 一個就是 抗生的一個機會 大家在這邊做秀 然後 扣音節目就找他們去 然後就越來越紅 到紅的時候就越講 越大聲 然後他們年紀力就很強 所以呢 我有時候就是說 那後來我看到一個學者 他講 他就說 執政者是希望用 譬如說 協商的民主啊 就是比較民主的方式 或者紅利商 用膽膽膽膽膽 但是呢 來改的 但是正式的結果 我們就覺得就是說 你對他太好 你要給他協商 民主協商 結果他就用這個機會 來這裡 變成一次他們這樣子 造勢啊 或者抗爭 你看八百壯之之類 這樣還會變得很亂 那不管怎樣亂 就對執政黨就是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不增困擾 那第四個呢 就是當然是公投 公投還有就是 中心奧運 正值的部分 這個大概幾乎 聽到了大家都也很有意見 大家有意見 然後還有一個大概就是 管宗民安 這個可能就是大家 去當 管宗民去當下角 可能大家一個 非常生氣的點這樣子 然後當然我們去談過去嘛 那這些 那事實上現在的政府呢 事實上也 現在的行政院也都很快 都收拾在場 因為立揚也是 也開了四個戰場 四五個戰場 真的喔 你想說一個單位 如果你有五個小孩 我小孩都在吵架 就是我當老師了 如果班上有個頭皮組在吵架 我也是先把這一瓶點給 趕快拿給我這樣子 才可以上課嘛 所以呢 還好現在已經在經營戰 就是很快的經營戰場 然後好像也 以前的政府對一些民營也 就是及時的去感念 比如說演講新聞 我們看到行政院也是馬上的 即時的糾正 或者是去做論述 或者是去做一些說明 那當然就是 這是也是很可喜的部分 很可喜的部分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就從我一開始三月份 然後再來談一下 就是這個過了之後 大概就是三月份到五個月份 大部分的人都在討論 所有公司都在討論 民進黨到底誰 到底是賴經德還是蔡英文 會代表理進黨 那個時候 跟著選擇大概就是這個 那當然 在綠色選民方面 大家都會覺得很焦慮不安 因為總是兩方面 那有人支持賴經德 那有人支持蔡英文 那總算到五月初 想要落定 他想要落定之後 再來整合的問題 那最後要靠執政 也就是說 太英文太總統他自己 怎麼樣用同理心 來整合所有的 事實上 我覺得有點操心 就是我這次來 也很好看 他有到下令 去做XCT 那事實上 我看到就是說 以前來就大家是一致的 可是現在的家庭 大概分整三拍 這邊是分整 好 那我在台灣 這邊大概就是說 有人支持 就是覺得說 就是要決定投票的 那個疫情在藍山 那在台灣很好呢 我發現自己 他已經得了 大概分整三拍 就是有一派 我沒有去做到 沒有 我只是說 我自己的朋友 有一些人說 那當然啦 我們不能讓韓國瑜上去 我們要自己蔡英文 因為大家很關心台灣 那有一些人就說 我是總統 除非蔡英文呢 總統呢 你 那我覺得說 你有在 就是說 你怎麼樣來對付我 那還有一些人 那還有一些人 就是比較擔心 他們想要 用柯文的出來 他們要走柯文的 確實有這些人 那所以我遇到說 這個 這個就是可能 蔡英文蔡總統 他必須去 要犯起所有的 律政選民的熱情 跟以前一樣 尤其是海外的 相信這兩種熱情 你看自己套藥幫 發錢回去 但是那以前呢 我們也是看到很多 綠色選民 他自己在 就是到處 先去到了 就到處去拜託的人 他是自動自發的 就是說你不需要 去邀請他 他就自己回去說 一定要投給台灣 要為台灣 加油這樣子 那這個熱情 我覺得是蔡英文蔡總統 他必須要去把他放回來的 因為一定要你自己的人 你一定要每一張票 都要去投 你不能 我覺得會有人 如果說你去開發更多的票 但是你自己的家裡的基礎部門 我覺得也不是很 很可以就是 我覺得不想樂觀 這是我的感覺 好吧之後呢 帶來就是有問 因為我沒有去 跟人講才那個 那五月份之後呢 那帶就是他要走到處 大概是一個 嗯 我們講到底是誰落出來 到底是韓國瑜 我們有五個選 我們講打會選 韓國瑜 那最重要是韓國瑜 跟郭台銘 韓國瑜跟郭台銘的話呢 那當然7月15號 我7月17號要出來 來美國 那7月15號是 確定是一個 韓國瑜出現 那事實上 他的定爭會量的激烈 定爭會量激烈 所以呢 韓國瑜跟郭台銘兩個 所以才會為郭台銘講說 我給歸國飯吃 那麼怎麼樣 有人跟中國炒飯吃 他就是在演是誰 呃 泰銘 旺旺集團的泰銘 他說我 泰銘就是靠歸國飯吃 然後他還講說 呃 他像那個泰銘老闆說 他是國台辦的狗腿跟打手 那麼郭台銘向了這個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他說 你們都是什麼 呃 就是保育和團 保育和團 那麼還 像中間 他說中間 我們在台灣都叫韓天 韓國瑜 韓電電池 他說 像韓天 就是 黑鍋中心 每天都講很多台銘 不好 所以呢 我才會輸掉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鄉親 如果你有看台灣的電視 事實上這個 國務黨在明調的時候 出檢明調的時候 從8月 7月8號 到7月14號 明調 真的趕快電視買一台 你會看到就是 郭台銘的廣告 廣告非常非常的多 跟網紅 還有在網路上 真的非常得多 沒有那麼有錢沒辦法 沒辦法買那麼多的廣告 但是呢 有人就質疑說 你郭台銘買那麼多 那是因為你有錢 但是郭台銘的一個 他有名基金會的一個提醒長 有用途 他就這樣回應 他說 對 我們是來很多廣告 但是怎麼樣也提不上 有人呢 他有人覺得是韓國瑜 有人有兩家電視台 有兩個報社 還有一個什麼 雜誌 每天在幫他道神 每天在幫他道事 每天在幫他包裝 來的 有力道 我們在買在座也提不上 他從結果都來看 郭台銘出的韓國瑜出的十幾% 所以從結果都來看 真的韓國瑜呢 就是紅色媒體幫了他很大的麻 真的紅色媒體幫他很大的麻 因為這個紅色媒體 中間那等於是他的 你也提到他 裝飾 他的裝飾 也是他的宣傳部 也是他的定選總部 幾乎全包了 那事實上每天每天這樣講 有一個基本的 那這樣子他 事實上韓國瑜本來 就是說那些改年改的 那個就非常年紀力很強 就是都是支持他 那再加上中間的 所以我們號召的 所有的這個藍色的選擇 幾乎所有的幾乎 都是在韓國瑜這一邊 所以呢 然後再加上樹林 我剛剛講說樹林他們 因為很單純 因為單純 所以就比較容易被騙 因為樹林經濟 什麼叫樹林經濟 韓國瑜講的我聽不懂 他講的是想要 什麼標準GT早期的 那事實上樹林經濟 不應該是他講 但是問題是說 大家期盼就是說 因為生活過得 人力過得不好 希望你不斷行 所以就很容易被騙 所以呢 所以 報理上說 也大概有基本上 就有兩百萬 所以這個兩百萬是不會好的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呢 就是說 整個 對方來講 對韓國瑜來講 就是因為有風天電視台來幫他 然後很多人講說 韓國瑜就靠一張一張一張 那事實上他是靠一張一張 我也要舉個例子 我一個朋友 我的朋友 他說 他的一個朋友就是很糟糕 他一放一啼笑 我說為什麼要啼笑 他說他以前 他要選給誰 他就選給誰 他沒有跟自私台 一對選來 他就選來 反正他就不關心跟著 結果韓國瑜六場 到處他都跟得去 那他也是自私分子 然後 所以你等著他啼笑 那後來他就沒辦法 他就說你怎麼會相信韓國瑜 韓國瑜講話都很委屈 他說他媽媽你講話很委屈 他說韓國瑜講什麼 你跟人家有三種 什麼心吹心嘴對嘴 還有什麼心對嘴 他講話不是 我就跟我們女生來講 就很難聽 他說怎麼會 他講很實在啊 這是真實的啊 然後呢 後來他講說 韓國瑜很委屈 他講什麼 說我花得月到日期 然後那個什麼 學你靠別人 他說這種話 我們女生都沒辦法聽 那你怎麼聽得下去 他說就是因為你太虛聞了 人家他講的實話 你們就聽不進去 他就是 你要死嗎 他就是這樣講 他就是六字都去 所以你看 所以我就不可能想看韓國瑜 那當然我不是長態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不要清醒 不要清醒 然後第二個 因為我認為他是很會搞階級鬥爭 他會搞鬥爭 他會搞鬥爭 我覺得啦 我個人的看法 你看他在國瑜黨出選的時候 他會用一個什麼 權貴跟宿女 他把自己認為說 權貴跟宿女的 人的一個階級鬥爭 然後他說 莫忘世間 苦人多 哇 比較平衡 一般大眾就覺得說 你聽得到我的心 所以大家都沒錢 你聽得到他 所以他原本的出選 然後前陣子呢 我有聽看到一個報章 他在罵陳水扁是殘姑 那我 這是我自己的觀感 也許前陣子也是對 但是我認不他講這句話 他已經在選舉了 第一個 他要跟男力對決 因為男力對決的話 事實上是獨五婆 有時候甚至 綠色比較少 然後第二個 因為呢 我們聽到很多綠色的選舉裡面 有些人是 那我在這個時間點 不要浮色成水扁 因為他選舉 那有些人就說 你浮色成水扁 我就不投給你 他用你浮色 我就不投給你 好 那他這個時候講 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他是在分化民進黨 為什麼他講完之後呢 如果 因為我記得小英國 我曾經講過 特色要看社會的觀感 那這個時候來講 你看社會觀感的話 你如果來投票 決定來投票的話 男子的一點 因為他已經在動人了 男子的一點 說不會讓他來投票 因為他在動人 他的考驗成水扁 他是參與的 那你民進黨是這個單位 然後呢 民進黨這邊 有些人就 可能會覺得說 你兩公層 人就在這邊 你來投票或者歪打 所以他想要把這些票 這些民進黨本來的 民進黨使用的票 因為你沒有投票成這個票 希望聽到他一黨 所以我認為他是在一個動名 那這是我個人的關係 我就覺得說 他還蠻厲害的 一個部分 但是就是 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就是 就是國民黨的一個 就是出現了 他要代表國民黨來參選 那我記得他 就是GX5號 他出現的時候 每年次也上報道 他說台灣對大海對黨 推出一個 銀罪 他認識銀罪 還有金鐘的市長 作為2020的候選人 那另外呢 日本的日經新聞也說 他是一個金鐘跟落跑 因為多很多比較烙跑的一個市長 那這個可能是他的建法這樣子 但是也要選人去瞭解他 不過還好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香港的反中 反輕鬆 然後還有正式的 一國黨在香港是失敗的 那很多人 那很多年輕人 大家也開始擔心 如果就是讓韓國民黨權的話 那是不是他成為台灣的特首 所以事實上這個程度 我是覺得是對民進法來講 是有利的 但是呢 怎麼樣把所有的綠色的選民 全部找回來 那是最基本的 那再加上經濟選民如何去爭取 那還有中間選民如何再去加強 那麼還有年輕的朋友 年輕的朋友 我們有時候都覺得 明天朋友看起來 比如說明天朋友他正式會投你 他下一次就會投你 因為他們變來變你 我感覺 有時候他們就會說 一個 當然就很單純 他說你一個 他現在是因為 因為 因為 三馬來問他就說 我要投 可是有時候一個事件 可能就讓他不想投票 反正 拿去投票花錢 我就不去 所以呢 如果去跟年輕人 繼續那個國感情 然後讓他們 持續來支持這個民進黨 那這個我們覺得說 民進黨的擔任自己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期許 就是配購台灣 本土政黨能夠 繼續補正 謝謝方委員長